你给我站住 你可不要你的东西 去找你的男人去吧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我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女儿 你也没我这个妈 我们俩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就一刀两断 谁稀罕这冲家 行行行 让了什么让了什么 不怕别人听见的 我说你也真是的 这红霞要去摇查 你就让他去呗 都困在这家里边 手上进步穷地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你也这么说 这闺女大了 你得给她点自由 好 好好 你走 有本事 走了你就别回来 我 我闺女 这 这叫什么事啊 这眼看通知书一到 红卫就要去学校报到了 可到现在才有三百块钱 你赶快想想办法呀 我呀 这些年家不是你当的吗 我有什么办法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样的话 你要是个有用的男人 这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操心吗 其实啊 有条路就在你跟前 看你走不走了 二哥 修竹 这大清早的吧 这羊赶哪去啊 赶上集市把他卖了 是 卖了 是 怎么想着卖羊子呢 这红卫不是要上大学吗 可现在呢 突然又生病又住院 正需要钱呢这是 红卫生病了 那得花多少钱呢 反正 得花不少钱 不是 你们不去摇场 找一下红华跟满仓呢 我想来找他那儿 这 这红卫 这是红卫的亲弟弟 弟弟生病了 当姐姐她能不管吗 怎里的路 叫什么叫 我真是好戏美好抱 四伯珍 五臣 我家的事 还难不倒他多嘴多舌 人家这不是好意吗 好意 什么一二十块钱不管用 真要是好意 就帮着我一二十块钱啊 漂亮的话 谁不会说 真是的 我说秀主啊 我说你快这地 秀主啊 侯卫的钱凑得怎么样了 还差好几百呢 差那么多啊 想想看 咱家还有什么执行的东西 可以卖呀 哎 这羊也卖了 能下蛋的鸡也卖了 家里边 就甚至下那几百斤 不值钱的稻股了 反正能卖的都卖了 这现如今 上学怎么这么贵嘛 这城里边呀 不比咱农村 什么都得要钱呢 这才头一年 这以后这个费那个费的 我说啊 我真后悔 当初 不 不该让红卫去上这歌中 不然我现在哪需要操这么多信呢 放屁 从我家那经家二十年了 到现在看到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 不就咱红卫一个嘛 我能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少给我说风凉话 行行行 我不说风凉话 缺这么多钱怎么办呢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我也不知道 该问谁问谁去 穆雨 其实是什么 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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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庞里 你上了 我妈 她在哪儿呢 在床子里 她来了 接新女婿上门的吧 瞧你说的 红侠 等会儿 这是给红卫的三千块钱 你带上吧 你慢点 你怎么回事啊 满藏 快去见见那张母娘吧 她也不是来见我吧 她是为了红卫的事来找我 这更得要去啊 这可是缓和关系的一个好机会啊 你不懂 这个时候去反而更尴尬 倒不是把这个时间 给他们俩好好说说话呢 走吧 是 妈 妈 妈 你跑什么呀 妈 别走啊 妈 是红侠不懂事 傻心子 跟妈熬了这么多年轻 红侠知道错了 妈 你别走了 妈 你就原谅红霞吧 妈 虽然红霞跟妈赌气 这么多年都不回家 可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红霞可都知道 我知道 妈的性格比红霞还要刚强 这次 要不是为了红卫 上大学缺少钱 妈是绝对不会跨境谣厂办部的 其实 妈今天要是不来 过几天 我也会和满仓一起回家的 妈性累积的事 满仓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这里头是三千块钱 满仓跟我说过 满仓跟我说过 他曾经向你承诺 在娶我的时候 一定给您奉上你要的那两千块钱彩礼 以报答妈对红霞的养育之恩 你怎么办 当年满仓就是为了兑现他的承诺 才铤而走险 做了犯法的事 现在他把两千块增加到三千块 先给红卫上大学 妈 你就拿着吧 妈 妈 都是妈的不是 妈 妈 我的乖女儿